从老巨山回来 我们整理好行囊 又将重新出发 传说洛阳有种胶骨牡丹 即使被烧焦了枝干 来年也能发出心芽 那些被削去投手的佛像 来年也能重获新生吗 你以为会是一个很严肃的视频 不算是 就像旅行中的心情一样 换手音乐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神都洛阳下故事片 欢迎你 早餐来吃胡辣汤 其实我们本来是不准备吃胡辣汤的 准备去西安吃的 不过本地朋友说 西安和洛阳的胡辣汤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来了 走吧 牛包子要一个小份是吧 然后要半张葱油饼 那它羊鱼鱼要不要 油条要一根是吧 那你也得羊鱼鱼蛋汤是吧 要小块的 对要小块的 十八块钱啊 我来一边吃的比较有根 我以前吃的是挺不正够的 它这个胡椒味贼浓 它这个特别特别的粘稠 辣丝 就它已经不是汤了 它是像胡一样 像一碗粥 然后朋友还推荐我 要加油条 我们俩来的还是有点晚了 大家如果想吃刚出锅的话 还是得早一点过来 还有葱油饼 我俩实在是起不来 这附近还有小结果铁 离这儿大概几百米吧 然后可以买过来 和这些胡椒糖一起吃 洛阳博物馆一直有一件镇馆之宝 是一个神秘的陶制佛面 那与它有丝丝缕缕联系的永宁寺呢 这次也在博物馆里开设了特展 所以我们打算去看一看 整个博物馆还是挺大的 分布的也挺平均的 我们俩准备开始慢慢逛了 然后它博物馆里面是有这个AR导览的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聚集一下 这张脸很多洛阳人都见过吧 要我说它可能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度过节的佛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公元534年 那是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 空中乌云密布 天雷滚滚 洛阳城上下弥漫着一种 山雨欲来 风满楼的紧张气息 就像现在一样 黎明时分 一声惊雷划破长空 击中了有宁寺的高塔 夜火从第八层烧起 雨越下越大 火越烧越旺 孝武皇帝远远站在高台上 心如刀角 相传大火整整烧了三个月不熄灭 洛阳截兰记中记载 见浮屠于海中 光明照耀 眼人如心 海上之民 衔接见之 恶然起雾 浮屠碎隐 最终永宁塔浑水殆尽 永宁寺也逐渐荒芜 成废寺 大火带走了一切 但尼佛被火烧制成了桃 从而极诱然地留下了这块残缺的佛面 如果带着一丝幻想 会不会是那尊尼佛得到西天 引来天雷劫难 又在九九八十一日的烈火燃尽时 雨化成仙 留下了这一面千年相传的佛面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的想象 有的不是 千年前的事早就不知道了 但是文物是确确实实留下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想象 他们经前人之首诞生 在很久的岁月中溢溢生辉 见证着王朝更替 又埋葬在土壤之下 或飘洋过海散落在世界各地 直到千百年后 被送进一个个博物馆里珍藏 等待着一位位有缘人的到来 讲出他们的故事 有的甚至更精彩 更加扑朔迷离 此时真是不禁感叹一句 若问中华文明 古事精确 万万兴素照耀东方五千年 谁人不见他雄伟壮阔 谁人不见他阿努多姿 逛到最后一站 龙门窟数字复原站 惊叹于他原貌的雕塑之美 同样被震撼到的还有 二十世纪初来自西方的冒险家 汉学家 他们走进碧阳中洞 随即被东壁上炫目的地后 礼佛图经的说不出话 那是中国古代浮雕的至真之作 他创作于北魏年间 一直躺在那里一千多年 直到被盗贼们抠下 拆散 运往国外 留存于世的十万尊佛像 完整的只有不到十分之一 他们之中 除了六十四箭之道下落外 绝大多数都去向不明 有人说 一和是石佛流下的泪会成的 鼓鼓的水奔流不停 拍打低暗发出刺耳的声音 像是一个时代的哭泣 龙门石窟因佛教而兴盛 也因佛教遭遇了很多的磨难 当第一只火把的光在黑暗中亮起 自北魏孝文帝千都洛阳 叮叮当当的声音 逐渐从云港走向龙门 并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内 回荡在一和两岸 让我不禁感叹的同时问自己 越过这扇门 我就能找到 关于中国石科艺术的钥匙吗 石壁间 雾地突出来一座 珠岩青瓦的寺庙 凑近了看 方知是龙门西山上的石窟寺之一 它的旁边就是有名的冰阳三洞 冰阳指的是迎接出生的太阳 它是北魏时期 具有代表性的皇家洞窟 冰阳三洞开早于公元500年 历时24年 用功80万 北魏时期仅完成一处 冰阳中洞 后北南二洞 都是随唐时期才得以完成 也因历时三个朝代的变迁 三洞所调的佛像 便在造像和表情上各有不同 千年前的刘藤 未能修建成冰阳洞 含冤而亡 胡太后支持修建的另一处洞窟 也在冲天的火光中支离破碎 成为了今天著名的火烧洞 看来我所寻找的这把钥匙 打开了歌颂与袭击 也打开了苦难与阴谋 留下的北魏三窟 继承了云岗石窟的部分特征 同时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温润与优雅 龙门也从云岗的浑厚粗犷 转向细腻端庄 成为具有更鲜明民族特点的中原佛教艺术 时代的热潮褪去 在衣河上留下了一片辽阔的空白 自北魏建窟热潮过去后 东西魏道唐初再无大性石窟开凿 直到这位千古女帝的出现 有一天女 明曰静光 当亡国土 得传伦亡 至那时起有人说 卢舍纳的笑就是武则天面容的翻版 这种声称既有硬核又有抵触 但这印记毫无疑问 出自时代在大佛身上留下的无数刀锋 他就在那里端坐了一千五百年 缺了手腕 面不开裂 带着走是在岁月中的缺寒 但他依然端坐那般从容那样矿达 六点一过 窟内的灯准时亮起 散落一千五百年的光 像坠落山间的无穷繁星 我做了一场梦 牡丹花开 那些被削去投手的佛像得以重生 与大佛一同出走了 从北魏走向圣堂 从天主走向洛阳 一步步调整着步态与盛装 终于成为了一种超脱过往的独特存在 不知梦做了几时 一觉醒来 我已经回到了洛阳应天门前 怅然弱势后的思绪 也只能用美食来安抚了 我现在在小街天府 然后现在是九点半了 我们俩打算来吃一个夜宵 结果到了这儿的时候 人特别特别累 我们找位置就找了大概有十分钟吧 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 别人刚吃完的位置 我们俩赶紧坐下来 还是比较幸运的 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在这儿看着位置 然后摄影师他去拿票点餐 分别去不同的柜台吃我们就吃了 终于起起了我们今天的夜宵 给完全江湖的新的师傅一个讲解 吃吧 我们发现这里的乐趣不仅是来源于吃东西 更多的是在乌鸦鸦的人群里找位置 挤进每个窗口找吃的 食物的味道中规中矩 好像回到大学时和室友一起想饭的日子 我们觉得烧烤还可以 其他的小吃就都一般般咯 大家如果在附近的话 可以过来逛一逛 看一看 体会一下这个氛围 我觉得吃饭的话 不一定必须要在这吃 来吧咯 不能浪费 我们愿意点太多了 能吃了 谁小的时候没偷偷摸在被窝里看过 鬼神灯或盗墓笔记 我手拿一把洛阳铲 我还穿一枚墨金服 梦里就到主人公世界了 时隔这么多年 盗墓这事可不兴想啊 不过这次有机会来到洛阳古墓博物馆 我可要一探究竟 它虽然是复原的 但是好真实啊 里面还有一股很纯旧的那种泥土的味道 我们先参观了两座东汉壁画墓 汉代是我国以后藏文明的一个朝代 其誓死如生的观念 在墓葬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它上面有点像万麻奔腾土 一约能看到人的衣服是还有一点红色 然后麻是黑色 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里 死亡就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结束 但在古代的大部分时候 人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古人多相信灵魂来世等观点 认为死亡是人的生命形态的一种变化 而不是结束 正如这一扇富人启门图 虽然它的解释众说纷纭仍旧是迷 但我更喜欢的说法是 这一图像是生界与死界的枢纽 由它可以进入生者的世界 也可以进入死者的世界 正应对了古墓博物馆门前的此案彼案的含义 为了让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过得更好 同时表达生者的思念之情 古人对葬礼牧师等往往比较在意 另外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座是 唐代安仆夫妇墓 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唐三彩 其中就有仅存两件的国宝 黑幼马 因为墓主人的身份不只是唐定远将军 同时也是与安禄山同种的苏特人 这一存在证明了唐代的宏大气魄与世界精神 看到这里的朋友感谢你们的耐心 我们会将洛阳上下期的照片整理出来 放在评论区 有需要可以自取 但是不可以商用哦 同时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 给一个一键三连 这是我们努力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谢谢你们的支持 一出来太阳暖洋洋的 有一种重见天日了的感觉 它这个博物馆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小很多 我们连拍摄加逛一共是两个小时 如果大家平时逛的话 应该预留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不过它离市区稍微有一点点远 但是也还好 我们留的时间点多 所以就带了一个这个盲盒文创 准备顺便在博物馆里面开一下 不用买 加刀袋子 小刷子 感觉这个好像得开挺久的 他说要蘸点水的话能更快 加一块它就进场了 不会被抓起来吧 我说不是针得到 但是听起来比较那什么 不知道什么材质做的 这个泥还挺防针的 不会是真的泥巴吧 肯定不是真的泥巴没有那么细 形状再把这土清清地下来 登登 完成了 它是一个三个角的这样的地方 还挺像那么不丝的 走这条路的时候 我在认真地思考 中午吃什么呢 来河南怎么能不吃灰面呢 嗯 就这样决定了 有辣椒饼 嗯 少辣 你们海逼了吗 我喝了 你吃过那个鸽子汤吗 嗯 它有点像鸽子汤里的香香吧 嗯 有点像鸽子汤里的带来 一边几个鸽子汤里的带来 都这么想了 不得了 我也不想像鸽子它 用这个鸽子去拔一面 过了吗 算了 我要做了 我也要做了 对 我以为好了 其实不错 我说了 它还有一个鸽子 更好 有点 很像是 要说洛阳哪个寺庙最灵 必然就是中国第一古叉 白马寺 这白马寺 名口真的有只白马 在这里你们习惯的产品当中 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白马寺之旅了 说起名字的由来 又不得不提到两千多年前的一场怪梦 无人知晓那场梦 是如何让汉明帝彻悟到了佛陀的召唤 带着困惑与好奇 我们来到这里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虽然每座寺庙都有不少游客聚集在店前祈愿 但近些年来年轻的乡客变得格外的多 我想大家应该都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为了给内心的压力找到一个出口 在作弊和违法的两难之间 选择了上香做法 我也去烧了一捆香 感觉内心更安稳了些 压在心头的烦恼 也被抚平了一点 转念一想 普通人都是如此 更何况 那个16岁被立为太子的刘庄 我开始理解 来自东汉的那场梦 才华横溢的他和我们一样 面临着人生巨大的困苦 与戎马一生 德高望重的父亲 光武帝刘秀不同 他年纪轻轻又肃无军功 即便贵位皇帝 依然处处受到宗室外戚的威胁 就连在位的功臣 也不将他放在眼中 多少个日夜 辗转难免 多少次风雨飘摇 命悬一线 站在时间的高塔上 我们远远望去 是他与群臣同心同德 寝政爱民 历经图治的一生 但这其中的凶险与无奈 只有他自己知道 千年过去 西域早已不是当年之西域 中国也不是当年之东汉 但白马寺两千年来 依然担任着国际友好外交的责任 逛了一下白马寺 我还有挺多感想的 反正想总结一下 直接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时候寺内正好放了一段播客 听了一下 说得真好 就是我想说的 给大家听一下吧 我非常喜欢一个形容我们中国的词 叫大国风度 它背后就是这种包容必须的文化沉淀 和从容不迫的处事状态 这些外国建筑 并没有让白马寺黯然失色 反而那种古朴低调显得更加敦厚大气 这一切都是朝他奔赴而来的 他只需要从容的去接纳和拥抱就好了 那是一种持续和稳定的包容必须的力量感 是中华文化高度自信的展现 那么一定会有人问 我们如何去找到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 去走进我们文化的脉络 充分了解我们文化 为何能走到今天的百花齐放 又拥有着共通的精神内容 就中国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呢 大家只要隔着稍微远一点 就很不了解对方 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对对方会有一些误解 有一些认知偏差 或者是受互联网上信息洗脑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得多充破心心解放吧 我想尽可能和那边的人交流 才能了解这个地方 不能说网上说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你就觉得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 现在没有了 现在年轻人都不会了